记者吴博轩台北报道,日本恐怖漫画大师伊藤任二明年将迎来创作30周年,并终于决定把作品动画化,预计制成12集作品外加1集OVA外传。 今天耶诞杰更抢先发表,首部登场主角有邪爱诅咒他人的少年双一亮相,展现其精致恐怖的观感冲击。 牧棉花国际公司副总经理杨国祥表示,代理伊藤任二动画版在台播放,其中有制作公司挑选作者之名作品,如《魔性美女》《富江》《忧郁公主》《霍宇少女》等精选恐怖经典,制成12集动画,外加1集OVA外传,总共有13部动画作品将在明年1月起与日本同步上映。 而今天耶诞杰,伊藤任二动画也抢先发布,由邪爱诅咒他人的怪异少年双一打头阵担当第一话主角,伊藤任二提到,双一是以自己为原型来创作,故事描述一名少年想象诅咒之力,对同侪恶作剧等惊悚情节。 但故事却是系列漫画中少数没有血腥或死亡画面,则恐怖搞笑路线。 杨国祥说,碍于电视尺度,这次动画制作将在海外放送版,把部分血腥画面做处理,所以不会变成限制集。 但仍不识伊藤任二独特的恐怖气氛营造,未来日本将出版DVD收录完整精华。 至于台湾上市日期人代商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